Hello大家好,我今天呢要给你们一些想法 如果你们最近有在考虑要学新的语言 或者有在学一些东西 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好,今天呢我要跟你们说 就是如果你要学新的语言的话 第一个要问自己的就是 你是为了什么东西去学那个语言 比如说呢,你其实想学的是为了去玩去旅游这样子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会听得懂 和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嘛 所以如果你要学为了去玩 你要练习的应该就是要去讲和听比较多 可是今天如果你要学的是为了去考试 或者去工作之类的 有可能当时啊 或者考试的方法比较重要嘛 或者工作内容跟你有关系 你要知道的比较重要 所以你要去练习比较多那些东西 比如说要准备考试的话 你应该要练习考古题 或者要知道他要考你考你的文法 或者当时是什么 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的 比如说要面试之类的 那些当时或者公司的内容啊 或者就是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之类的 你要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如果你要会写或者读之类的 你要是练习的就是要写比较多 或者去念一些书啊 或者找一些东西来念 你要讲的比较好 你要讲的发音比较清楚 你是要一直练习讲 然后有人帮你改口音 这样你才可以进步的 所以你第一个要问自己 今天你要学这个语言是去做什么 因为你可以跟自己说 我今天要学的是什么 你可以固定一些目标 然后如果你要自己学的话 也会比较好安排自己去学习的时间 如果你要找老师的话 这样老师也可以比较好帮你安排 你要这样子的话 那老师可以怎么样的安排帮你 这样你去上课每一次每一个小时 可以学得更好 嗯 好了 然后我今天也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有哪些课程 从初级到高级可以帮你们 如果你要学泰文或者英文 中文如果有人需要的话 可是你会懂这个影片 应该不用学中文了 就是有可能你有认识想学中文的人 好 然后韩文 嗯 好 OK 呃 我现在呢 我们其实从初级的 就是有三种课程 一个是文字班 然后有绘画班 然后有文法班 我讲班 可是其实我现在应该还不会开班啦 我想教比较多一对一的学生 因为我觉得我来台 我已经回来泰国了嘛 以前我住台湾很久 所以我在台湾也有一对一的学生啊 然后也有开班 不管在大学 或者自己在什么跟其他人合作之类的 可是现在我想找比较多 跟我比较可以长期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一对一比较适合 就是我们比较认识啊 然后可以慢慢的安排时间 然后越来越认识 然后可以帮你学得越来越好之类的 我就一对一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就好了 嗯 可是开课也有开课的好玩 因为你们会有同学 会有朋友跟你一起努力学习嘛 好 来讲一下文字班呢 就是从从零开始 你不一定要会学 或者会讲 或者会有学过 看过什么一些泰文 你有可能有有看过 是不一定要怎么写 然后觉得自己看看不懂 这就很难嘛 所以其实呢 我要教的是有 呃文字班呢 有总共有十二堂 我讲堂不是小时哦 所以我每一次上课 没有觉得一定要一个小时 然后就马上下课之类的 有可能是五十分钟 有可能是一个小时半什么之类的 就一个半小时什么都看啦 就是要今天要教的内容 要教完 教到你说哦 好可以懂理解 然后每一堂我教都会有一些讲义 和作业给你们回家去联系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联络 好这个 然后会话呢 现在有十三个主题 就是十三堂 然后文法班就是初级的文法 有七堂 嗯 然后这个呢 就是如果你要报名的话 不一定要觉得要先文字开始 或者文法开始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要一起报名也可以 你要选单独也可以 因为这些都是初级 所以不一定要先有什么基本才可以学的 然后他都会有帮忙啦 比如说你要讲一个语言 你不知道他的文法 你不知道是要安排什么东西在前面 什么东西在后面 或者其实你学文法 你可以懂那个native speaker的逻辑 所以你讲话的时候 比起来比较自然 所以你要先懂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这样讲的逻辑是什么 所以你会讲的更像native speaker 不是像那种google translation 因为google translation他不懂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不管文法很正确 可是讲话很不自然 所以其实文法的重点就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呢 会话当然不用多说吧 你知道更多当时 你才可以讲更多东西 如果当时不够多的话 那什么都不能讲 所以你学会话的话 你只会知道一些跟文化 和一些当时有关系的 所以应该也蛮好玩 然后我会准备一些图片啊 一些故事跟你们分享 好然后文字版呢 就是我觉得啦 如果你有需要的 我觉得其实文字版是我最喜欢教的 会很好玩 然后你可以学到一些 为什么泰文是这样写的呢 然后我们的文字从哪里来的 所以你会学到一些历史 所以我觉得其实文字版是值得学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泰文的话 不管还没有那么喜欢 或者还没有想就是融入这个语言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懂一些泰国人的 写文泰文字的逻辑也蛮好玩 所以你其实学文字吧 你会了泰文字 你可以自学比较简单 因为你可以买词典来看啊 然后你要看什么电影 你有那个什么就是下面有subtitle什么 可以比较好学嘛 然后你自己看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念 所以发音会比较比较标准 可是如果不会泰文字的话 当然还可以继续自学 就是有一点难 因为你不太确定是要念的时候要怎么念 因为每个老师有可能用不太一样的 就是批尼罗马批尼来教你 所以比较有难度啦 现在就是课程都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还有要教那种一对一搭交 那一对一的差别是什么 一对一呢就是内容没有安排嘛 所以你今天要学什么可以跟我说 比如说你今天想学歌词啊 或者你今天要准备面试 或者你今天想去哪里玩 然后你想知道那些地方怎么样啊 有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安排 这个是顺小时 然后内容不固定 然后每次你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有一些活动啊 或者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什么之类的约 比如说你今天想学关于泰国历史 我们可以有可能就约去泰国的庙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可以介绍 用泰文介绍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东西给你听之类的 所以它跟那种课程不太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应该都很好玩啦 你有心事可以都都报名 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密我 然后我再跟你说 嗯然后那些内容你们看的 就是绘画13堂 文法7堂 然后文字班12堂这些呢 除了文字以外 绘画跟文法 你可以用那些内容来学英文或者韩文或者中文什么之类的 不一定要学泰文 可是我现在就是已经 上学去看一下在我的page 然后文字呢 就是一定是学泰文嘛 因为我的12堂这个是泰文初级 就是文字班这个是为了教泰文的 可是后来应该也会教韩文字 因为我的男朋友是韩国人 所以他也觉得也很很想教之类的 我们应该以后会一起教 嗯 好啦就这样子 今天跟你们说 如果要学新的语言的话 有哪些东西要考虑 然后我最近要开的课是有哪些 好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联络咯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